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婚姻的战场上我们要怎么样双赢呢 圣经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饶恕 饶恕是不容易的 要说一次对不起是太难了 这个其实就是人的骄傲 如果你不愿意在冲突当中先说对不起 那这个接下来的戏就很难演了 我们常常鼓励夫妻说 愿意先说对不起的人是比较成熟的人 因为我们有时候从理性来看 我们常常会争执 会维持自己的意见是好的 所以到最后就导致批评讽刺指责这一些愤怒 我感觉到特别是在华人 华人的文化里面常常用指责代表关心 比如说太太说胃好痛 通常我们就胃好痛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这是一种关心 可是华人的丈夫常常会这样子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叫你休息不休息 你活该吧 你看一样是关心 可是其实听到这个话 当下就痛得更加痛 对不对 夫妻难闷会冲突 但是如果孩子在场 我们要彼此道歉 为了在孩子面前和好 这样让孩子也学习到说 面对冲突的时候怎么处理 有一些家长说 夫妻吵架的时候 最好挂在房门里面 不要让孩子听见 看见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当你们关到房间里面去的时候 孩子的耳朵是竖着听的 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告诉我 他说阿姨 我的爸爸妈妈常常在里面吵的 太大声了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 他就有他的评论在里面 冲突之后我们心里的创伤分成四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一吵架的时候就非常的受伤 然后再吵呢就觉得冷淡 开始冷言冷语 接着吵 因为前面的一些事情的都没有处理 后来就慢慢会觉得怎么样 刚硬的心就出来了 然后讲话就争锋相对 到最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什么 无动于衷 若无其事 反正就是这样 这事情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冲突 不要去就是说 把他放在旁边 觉得说明天自然会好 不会的 我们忍了心里有事情 他不会自然会好 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谦卑的沟通 我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谦卑下来 跟丈夫沟通的人 可是呢 时间慢慢的教导我 圣经的话语也教导我 我每次吵完架 我都心里会有一种声音出来 我开始寻察 我刚刚应该怎么做 就不会这个样子 我下次会改进 所以呢 坦诚 还有彼此饶恕 控制情绪 不容易发暮 这些都是面对冲突 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冲突呢 如果好好的处理 就是一首和谐的什么 二重咒 好 那我们就要多学习了 学习怎么样 肯定对方鼓励 然后彼此做一些 对方喜欢的事情 还有呢 要多聆听 我们聆听呢 就是一种很 很好的一种接纳 也比较能够了解 那他会感觉他说话 有得到对方的重视 还有呢 我们不翻旧账 不要说你老是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那当我们夫妻的关系 修复的好的时候 对儿童到底有什么影响 儿童如果 儿女 如果生活在一个充满 关爱和温暖的家庭 他就知道 无论我怎么表现 我都会被接纳跟包容 并且他在父母亲的引导之下 他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与人相处正确的方法 其实孩子的人际关系的启蒙 也是在家庭 所以儿童的这个依附关系发展的良好 他就可以产生正面的一个人格特质出来 那父母亲如果关系不和谐呢 就会威胁到儿女的这个情感 怎么样威胁呢 他就常常会觉得不安全 妈妈今天会不会生气 爸爸会不会回家 还有今天他们两个会不会打架 再一个 我曾经有一个个案 他就说 我小的时候都不敢上学 因为我怕我去上学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会打架 那我回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不是都受伤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 你会降低儿女对父母的情感信任 导致儿童呢 情绪不安稳 那有一些父母亲呢 他责备孩子打骂孩子 不是因为孩子做错事情 那是因为他的情绪不好 他的配偶跟他吵架 所以夫妻呢 如果因为没有处理冲突 导致离婚 那在儿女的这个人格上 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出现忧郁的倾向 还有他就没有成就感 他自我形象很低落 情绪呢也很难控制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不好的情绪 大多数的孩子呢 他会觉得如果父母亲因此而离婚 大多数的孩子会觉得 他被父母亲抛弃了 所以呢 也很难培养他 定定他个人的人生目标 说不定他就 也因为家庭不安定的关系 他常常换学校 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 有的孩子一个高中练五个学校 练七个学校 是吗 那也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工作 常常都在换工作 因为他就是没有一个安定感 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家庭 成为一个典型的不幸的家庭 什么叫典型的不幸家庭呢 就是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 遇上一个不了解他的人 再生了一群他们不了解的孩子 而且这孩子也永远无法了解他的父母 是吗 所以想一想 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 是漂亮的衣服吗 是昂贵的玩具吗 还是满足他们所要的物品呢 其实孩子 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 爸爸爱妈妈 妈妈爱爸爸 然后呢 爸爸妈妈一起爱孩子 孩子也爱他的爸爸妈妈 所以父母亲呢 不需要用言教 在婚姻怎么经营 是应该要用你的榜样 就是身教来教导 你的儿子将来是不是会成为 婚姻中仆人领袖 他是不是会把这个 属灵的好资产 经营家庭的好方法 传承给他的孩子跟孙子呢 你的女儿是不是知道 要如何的爱他的丈夫 敬重他的丈夫 爱他的儿女 他是不是也从圣经里面学习到 发挥女人独有的恩赐 来养育他的儿女呢 圣经说 一人的父亲 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 我非常感恩 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认识了耶稣 从此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开始呢 慢慢改变我 我就有了婚姻 有了儿女 现在我的儿女都成家 我亲眼看见 我的女儿何等的敬重她的丈夫 我也曾经问过我的女婿 你有感觉到 你的太太很敬重你吗 她用非常肯定的表情 告诉我说 有 那我的儿子呢 我常常告诉他说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有口角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先说对不起 刚开始我教他的时候 他觉得很为难 可是呢 经过了几年以后 他告诉我说 妈妈 我现在都是这样做 而且我祷告的时候 还会说 求神原谅我今天做错 但是我却不知道了错 听起来好安慰 所以各位朋友 让耶稣进入你的家庭 跟你做朋友 好吗 好 那既然是如此呢 我们就知道说 让我们的家会 就是让我们的儿女 在婚姻当中有好处呢 有五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让他们有能力 洞察两性之间的差异 这在前几集 我们都有讲过了 还有帮助他们学习 从对方的观点来看事情 知道怎么样实际上的去满足他的需求 还有呢 引导他们看见圣经当中教导夫妻的角色 第五个 让他们明白 若是没有圣灵的引导跟帮助 我们很难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所以父母亲必须身体力行 我们才知道如何教会儿女 对吗 因为你走过了 你有经验了 孩子也看见了 爱呢 就是彼此珍惜 这句话是黄维仁博士所说的 爱就是彼此珍惜 生命对方需要什么 却偏偏不给他 因而受伤 感受到爱 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改变 我们要学习彼此包容 接纳跟尊重 是吗 在我们基督化的家庭当中 我们都知道 耶稣并没有等到我们完全改过 祂才接纳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祂是用祂的爱来帮助我们学习改变 我们在爱中有机会慢慢的来改变自己 最后我鼓励丈夫们 常常跟你的妻子一起带孩子出去玩 也去野餐 偶尔写一个爱的小便条给你的太太 还有为妻子买一些特别的礼物 当妻子需要有一些帮助的时候 你就主动的帮助他 如果妻子很忙很累 你也可以单独带孩子出去 让他放个假 对不对 那这妻子呢 我也教你一点妙招 准备一些丈夫爱吃的食物 安排时间跟他单独相处 有的时候穿个漂亮一点的睡衣 不要把那个最旧的T恤当睡衣 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怎么迷人 毕竟男人是什么 是视觉动物 丈夫呢 如果回家了 我们晚上早一点把孩子送上床 跟他有个单独的时间 如果他出差或加班 有时候传个信息给他 或写个纸条给他 我记得在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先生晚上加班 有应酬稍微晚一点回家 我就团了一个语音讯息给他 很多年以后他告诉我 那个讯息他一直都没有删掉 因为我的丈夫真的 每次下班他都很急着回家 他晚上从来可以说是不加班的 因为他觉得晚上这是家庭时间 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你配我的伴侣 而不是伴侣 前面那个伴是有人之边的伴 后面这个伴是一半的伴 没有人之边 我们希望你成为配偶的人生的伴侣 而不是那一半 承诺一生一世的陪伴 在冲突当中找到双赢 觉察表面立场 探索深沉的需求 合力寻求双赢 愿上帝持平你的家庭 让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我们下次再见